因为台湾有移民监,一年要住35天 所以以往一些人不怕,不用住,要过去 但这三个星期大家训练不成,有机会过去就过去 起码一年拿着台湾会才算,回香港也行 所以台湾很多青众都想知道 其实他们是什么年多? 五十多岁,小孩都大 很多都有BNO,他们都会问BNO怎样 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解 你讲讲什么BNO? 很多人都会问你对BNO怎样看,我不是英国政府 很难代表英国政府说话 接着哦,对我来说 我去学士们,我去学士们,我去学士们 disciple,宣教授,我们三个星期 参加你,我活着因为一年来的 大学的第一个星期 看来很难看 我看你这一年就会说 ある人你们每年来的一年 你们先来说 好像是 Supra 我看见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中最多 有点城市感觉 但真的慢很多 好像有些香港的邻村 台中最近的香港是台北 台中有多数字 他不知道什么机场 又不是阿伯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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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么机场 再远一点就是台湾 香港赚钱 台湾洗钱 我感觉很开心 那就是这么多 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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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WhatsApp林康镇留名留位 我觉得就算去不去 甚至乎有其他 你想现场见一下Erik 我见到林康镇 我想去希腊 原来搞葡萄牙 都可以的 没所谓 甚至你没想着想听 都好 因为我真的要听 你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机会 或者就是你 有些欧洲、全世界、国地、移民 你很多方向想想的 都很WhatsApp 有时我经常觉得千里之行在于触客 有时就算你不是去移民也好 你真的当来听 我真的在录音 你先给个机会自己 因为现在香港 特别的未来这几年 不要想着回过 其实也不是对于移民 我认为不要放弃港 我认为不要放弃港 有些人在想法 就去那里先看一些 都没问题 那就是这么多 多谢Erik 下次再来请他来 就讲一些地方 但暂时似乎最热门 包括有马来西亚 有加拿大、欧洲 都是有飞机的问题 因为有些朋友 可能是父母在这 近年来看父母都是重要的 今天就这么多了 拜拜